大廳內送貨員靠在櫃台上 一轉頭看見長褲女子 立刻氣衝衝上前理論 下一秒更出拳殴打對方 女子無力反擊不斷往後閃避 甚至躲到櫃台內還是被打倒在地 一旁的保全想攔也攔不了 急忙打電話報案 衝突發生在台北市內湖一處社區 原來送貨員前一天來送包裹 去跟女住戶起爭執 警方調查 嫌犯是38歲的林姓送貨員 日前到社區送冷凍包裹給女住戶 當下對方沒接電話 事後才回電說剛剛在忙 要求她折返 送貨員不願意 兩人爆發口叫 送貨的路線 每一個司機都是固定的 就算是收假 找來代搬駕駛也都一樣 因此隔天的時候 這名送貨員又再次來到這個地方 恰巧就遇到了這名女住戶 兩人爆發肢體衝突 隔天女住戶看見有人送貨 隨口問一句 你是昨天電話中的人嗎 對方發現 她就是和她吵架的住戶 一氣之下出拳毆打 造成新聞腦震盪 臉頰部挫傷 事後哀告傷害 被起訴 其他送貨員指出 台北市單行道多 要是每個人都要求折返 恐怕會嚴重耽誤送貨行程 外送員透露 故事曾經有同事拒絕 折返被檢舉 只能一定位系統確認確實有到場 再加上對方回電代表抵達時 有打電話要聯繫 明知道哪天送貨員會來 最好還是待在家留意手機來電 否則一旦錯過了 彼此的時間都被耽誤 紀錄新聞黃銳局 簡博曲家滿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Beepe.